哈喽大家好我是章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伦敦章杰的英国日常 今天又是跟上一次一样我要来开箱了 然后今天的东西其实也是 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英国品牌 然后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包装 在这里 你看到了吗 这个牌子叫做 叫做K-N-O-M-O 然后它的念法叫做NOMO 它的K不发音 然后NOMO是一个英国的 人的牌子 然后它主要它的NOMO的缩写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Knowledge on the move 所以他们这家公司的主要的产品 会是一些科技的包包 或是一些商务用的东西 所以它比较着重于实用性 然后还有它的功能性 然后但是它的设计上面其实也不会太差 但是会比较偏向于简洁俐落 然后有科技感一点的设计 然后这个刚好是 然后他们家的价位大部分 大的包包大概到150到200到300磅 看它的那个 它的range还蛮广的 然后主要会是电脑的笔电包 然后我今天买的这个是 就是笔电的保护包 就是它外面是它有那种软电的功能 这个的话是因为我有一台Mac 就是Mac App 我一直都还没有帮他找到一个好的东西 帮他包 因为我一直想要买的是一个全皮革的保护包 所以我找了很久 但是有些价格太贵了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没下手 刚好这个包是我在TK Max TK Max是英国 因为它本来是 其实它是美国的一个牌子 叫做TJ Max 但是因为它 当它扩展业务到英国欧洲的时候 发现TJ Max 已经被其他人注册掉 有一个类似的名字 所以它没有办法使用TJ Max 这个名字 它改成了TK Max TK Max它主要是在做一些 轻仓或者是特卖的产品 所以它们东西都会很便宜 像这个的话 这个包它原价是69磅 它这上面有写69磅 但是折扣之后 我买的价钱是12.99 所以等于是 几乎是两折 差不多是两折的价钱 买到这一个 好 那话不多说 我就要先来打开这个包包 看看内容物是什么 对 它其实很简单 它的包装就是这样子 看外面 然后 这是一个 纸壳的 在中间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著名的它的特性 所以第一个就是圈皮革 然后内里是假的皮草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Tek Protection 所以它等于是有软的部分可以保护我的笔电 最后一个叫做My Normal ID 这是一个他们家比较特殊的功能 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 好 裁掉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笔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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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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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的是黑色的 你看 它做工还不错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有他们家商标的压纹 看到了吗 对 它是全皮革的 然后拉链只拉到一半 所以其实放笔电还是可以 它不是全开型的 然后它在这边也有包好 把它拉开 上面有他们家自己的Logo 对 好 打开 其实里面就没什么太复杂的 因为它主要是保护笔电的 对 但是 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是这种绒布的这种毛 摸起来还蛮舒服的 而且厚厚的 有厚度 所以才可以保护笔电 对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干燥剂 这我不需要了 对 然后这边的话 就像我看跟大家讲的就是 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Normal ID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功能 对 其实不是功能 是一个服务 这边 Normal他们在他们家的每一个包包上面 都有一个不同的代码 而这个代码的功能就是说 只要你在 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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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 你先上网去登记 你的代码 你的个人资料 大概两个 它是网路上说 大概两分钟就可以完成这整个注册的 的程序 所以 当如果你的包包不见 然后有人看到你的包包 然后跟Normal讲 然后给他这组ID Normal他就会去捡到你产品的地方去取回产品 然后再寄给你 所以等于是帮你找回失误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是他们家从20 他们是从2004年开始创立到现在 从第一个包包开始 他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而且是免费的 你只要去注册 你的包包 如果遗失有人捡到 就可以利用这个Normal ID 去找到你 然后并且把包包还给你 好 所以我现在就试试看 把我的 我的Mac放进来 我Mac给的这是13寸 所以等于是 刚刚好 拉链也很好拉 对 拉链也很好拉 然后拉出来 我还蛮喜欢它里面是那种绒帽的 所以我觉得不会 就是可以保护 而且摸起来很舒服 而且真的还蛮厚的 设计还蛮简单的 对 所以 本来69磅 我后来用13磅 12.99买到 所以等于是 原价是728 28 我最后用 400 520买到手 500台币 我现在想是台币 对 它蛮值得的 而且我一直 我有好几个他们家的包包 我觉得用起来 都还蛮实用的 然后品质很好 以他们的价位来讲 顺势品质 CP值很高的一个品牌 所以如果你下次来英国 然后你有这方面 这样子的科技 产品的包包 或者是笔电包的需求 可以去观观看 Normal这个牌子 也可以先上网看看他们的 官网上面 有没有你喜欢的产品 然后再到店里面去问 OK 那今天的开箱 这个很简单的开箱 就到此为止 然后希望 我下次如果再有买 在Shopping的话 再买 跟大家分享 我在英国Shopping的 这些开箱的资讯 也顺便 其实也是一个 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些 在台湾可能不常听到的 英国的品牌 可是我是觉得 在英国还不错的品牌 可以介绍给大家 OK 那就先这样子 拜拜